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 我们第三段来学一下关于这个巧克力的发展史 好,but when exactly the chocolate starts to conquer the world conquer就是征服 那巧克力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征服全世界的呢 Long before European explorers 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Many of the natives in the Americas have created drinks from ground cocoa beans 好,那早在这个我们那个欧洲人呢 横渡大西洋呢 之前呢 许多在美国的这些原住民呢 他们就开始怎样呢 他们就会从这个ground cocoa beans 什么叫做ground cocoa beans呢 就是他们会从磨碎的这个口可豆呢 来制造呢 create drinks来制造这个饮料 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欧洲人呢 带领起的这个巧克力蜂巢 或是说他们发现了这个可可豆的哦 是很早很早在他们这个欧洲人 他们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他们跨过大西洋到美国之前呢 这美国这边的这原住民呢 他们就会从用这个美国很多当美洲当地的原住民 然后就会磨碎的可可豆来制造饮料 although the drink had a bitter flavor 这个although是什么意思 although就是despite 对不对 虽然 虽然说这个饮料呢 他有一个这样苦苦 bitter就是苦嘛 flavor 还有一个苦苦的风味 It was believed to be a food of the gods 好 那什么事情是被认为的呢 他们相信什么事情 他们就说 这个东西呢 是呢 这个神明的 神的这个食物 because it could raise people's spirits 好那什么叫做 raise people's spirits 然后就是可以提振人们的心精神 所以呢 虽然那个咖啡 这个可可豆做出来的饮料呢 苦苦的 那大家觉得这是神的饮料 因为那时候可以raise raise就是提振 它可以提振人们的心 那个精神 therefore chocolate drinks will usually prepare in religious ceremonies 那religious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宗教的 对不对 因此 好这个巧克力这个饮料呢 那时候在什么时候常常会被准备呢 就是会在宗教的一些仪式 宗教的这些仪式里面呢 他们会被准 他们会准备这个巧克力的饮品 好 especially in million and acidic cultures 尤其是在玛雅或阿兹提克这个文化里面 好 那这个阿兹提克文化里面呢 关于这个巧克力啊 关于这个可可豆啊 还有额外的事情哦 In acidic culture chocolate was considered so valuable that coco beans will often use as money to exchange for goods and pay taxes 好 可能让同学呢感到很惊讶 是可可豆在那时候是非常珍贵的哦 好 所以在阿兹提克这个文化里面呢 巧克力呢 是如此的珍贵 会以至于呢这可可豆呢 有时候甚至可以拿来当前用哦 好 那这里第一个用法 请同学把它画起来 consider的用法 请把consider圈起来 那consider我们用法就是把A认为B considerA to be B 所以was considered so valuable 这里 请把它画起来 consider用法把A认为B 那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用法 好那如果是其他用法就是不是to beB了 例如说 regard asb view asb 其他的用法呢 补充在旁边给大家 视A为B的其他的用法 在上面这里请补充给大家 好 所以说呢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呢 巧克力呢 是被视为是如此的珍贵呢 以至于呢 他甚至被用来当作前用 好 那如此点点点以至于的用法 其实同学把它画起来好 so 点点点that 如此点点点以至于 那我们中间可以放形容词 或是副词 好 像我们课本这里就是放一个形容词的用法 对不对 好 所以那他是如此的珍贵呢 以至于呢 好 coco beans will often use as 他常常被用来当作什么 A be used as b 被当作这个钱来用 来做什么事情呢 exchange for goods and pay taxes 好 这exchange这里是交换的意思 好 人们就会用这个可可豆来交换什么呢 好 交换goods goods在这里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是商品 好 这里指的是商品哦 或者是呢 拿来付税 好 所以呢 大家从这一段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呢 哎 这个可可豆呢 在以前呢 然后被呢 是非常珍贵的 而且大家是非常重视他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呢 这个是在这个 the european explorers 在这些欧洲的这些探索者呢 替抵达美洲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大家都知道嘛 后来呢 就是欧洲的这些人 他们就发生了 发现了这个美国新大陆 所以 when spanish explorers arive in america they got these brown seeds from the natives and brought them back to europe 好 那呢 当这些西班牙太险家 抵到美洲 抵达美洲的时候呢 他们就从原住民那里呢 哎 拿到了这个 拿到这个棕色的种子 然后就把这个棕色的种子 怎样呢 他们就把它呢 带回到他们这个欧洲 他们本来的这个国家那里 好 那这里有个抵达的用法 请同学把它写下 这个arrive in 有看到吗 这个arrive in的用法 当他们抵达这个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种子 可可豆的种子带回去 好 那一补充给大家 这个arrive 到底要加in 还是加at呢 这额外的补充给大家 在旁边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呢 如果呢 是大地方 如果是城市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加in 那如果是小地方 好像房子旅馆的话 我们就加at 那注意一下 我们也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我们可以用像这个get to 或是reach 那如果是reach的话 就不加介细词 这个用法 请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arrive in 跟arrive at的用法 所以呢 当这些 这个西班牙人呢 他们抵达了 抵达这个美国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种子带回去欧洲 The Spanish try to keep the discovery a secret but some people from the rest of Europe become crazy about chocolate as well 那一开始呢 西班牙人就想说呢 好 那我要把这件事情呢 keep it a secret 就是让他保 要保密这个 我们找到这个 这个美味 这个美食 这个东西 可是很快的呢 这个全欧洲的人呢 也为这个巧克力呢 为之疯狂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the Spanish 这个the加表示国家形容词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指 这个国家的人 例如说 the British the French 或者是说 像the American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呢 the加代表国家的 这个形容词呢 来 指那个国家的人 好吗 所以来跟同学补充一下 所以那个西班牙人呢 现在一开始怎样呢 想要呢 keep the discovery a secret keep something a secret 就是把什么东西保密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是不想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发现了这么好吃的 我们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美味的食物的 可是很快的 but soon people from the rest of Europe 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呢 都怎样 became crazy about 他们对于这个 对于巧克力呢 也为之疯狂 这个as well 就是to的意思嘛 对不对 他们也呢 对巧克力为之疯狂 a century later a century means 100 years 对不对 100年 100年后呢 the British shipped chocolate to their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那100年之后呢 这个英国人就将巧克力 传运到他们在北美的殖民地 那这从那时候之后呢 不同国家的人 因为英国那时候殖民了很多地方嘛 那这个巧克力就这样子 就散播出去了 不同国家的人就开始享受 有巧克力制成的 这美味的食物跟饮料 好 来我们看一下 a century later the British ship ship这个字当动词的 就是运送 然后把巧克力运送到 他们在北美的colonies 然后在北美洲的这个殖民地 ever since ever since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不同国家的人呢 就享受这个巧克力的 这个从巧克力制成的 这个美味的食物跟饮料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brownies chocolate chips chocolate chip cookies 甚至hot cocoa也是一样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五段 Nowadays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consume the most chocolate in the world 那大家知道 现在呢 在哪里 哪个国家 或是哪个区域的人呢 每年吃最多的巧克力 消费最多的巧克力呢 就是我们的美国 北美 还有西欧的人 consume 这个字呢 就是消费的意思 这个consume 在这里有消费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美国人 跟这个西欧的人呢 他们还是很消费 他们还是吃最多的巧克力的 but the love of chocolate has sprea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那不只有他们那里的人喜欢而已 来把这个has spread圈起来 有没有看到 has spread 有看到吗 这个has spread的呢 这个完成事情 同学把它圈起来 所以呢 这has spread就是散播 mas spread是三太同行 所以呢 他这里用一个现在完成式呢 表示呢 已经完成了动作 好 那但是呢 这个巧克力呢 已经散播到世界各地了 more over 等于furthermore 就是此外 就是此外 补充给大家 此外呢 some doctors now have their patients eat and drink chocolate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甚至呢 巧克力呢 甚至连医生都建议呢 这个建议这个病人呢 要吃巧克力哦 来把这个have圈起来 have的用法补充给大家 have 后面加 后面加 有没有看到 这个have their patients have 是后面加受词 再加圆形动词的一个用法 让某人做什么事情 要某人做什么事情 have在这里是当死意动词的用法 后面加圆形动词 这里是死意动词的用法 后面加圆形动词 所以有些医生呢 会叫他的patients patients就是病人 叫他的病人呢 吃巧克力 或是喝巧克力 来怎样呢 来改善他们的健康 所以巧克力呢 在有一些医生眼里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哦 好 with such high demand for chocolate 这with 就是在这里的with 跟第一段的with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的with是因为的意思 那后面常常是方名词 那demand是需求要求 那呢 因为有这么高的巧克力的这个demand 还有这巧克力的需求要求呢 these Asian food of the gods will definitely remain popular worldwide in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那最后作者就做一个结论 他就说呢 那既然因为这个巧克力的需求这么的高 这个我们古老的这个神的这个食物 这个巧克力的东西呢 必然一定会怎样 remand popular 这个remand后面常常是大家一个形容词 保持在怎样的一个状况 同学可以把它写下来 持续怎样保持怎样后面加形容词 所以他持续会在全世界受到欢迎 相信呢 这个巧克力到未来呢 还是很会 还是会 很受大家欢迎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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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